大家好,我是永诗老师 又到了我们线上解牌的时间 今天我要用我最新买的牌卡 解爱芳聊来跟大家做一个线上的分享 这套牌卡的内容以植物经由当作一个主题 那搭配关系爱情这样子的需求来做一个设计 你可以在心里面想一段关系 当然最好是爱情有关的 那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从画面当中的六张牌选一张牌 或者是一样可以从一到六选一个数字 心里面想着 最近的这段关系需要什么样的精油好能量呢 选一号的伙伴 这一张是玫瑰添竹葵 而他的文字内容是 片刻歇息来重拾暖暖的爱意 所以最近你们的关系需要的呢 是玫瑰添竹葵这一款植物精油的能量 那重点是在于你也可以让你们的关系 有一个空间有一个距离 或者是也许是你本身或者是对方需要 多一点的休息跟个人的空间 透过这样的距离跟空间 反而可以让你们重新找回你们之间的爱意哦 选二号的伙伴 这一张是月桂 他的文字内容是 并肩支持 是对爱最直接的诠释 所以除了使用月桂精油之外呢 你们最近的关系需要的就是彼此好好的支持对方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要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支持对方 或支持这份关系 还是你如何让对方知道用什么方式可以好好支持你呢 选三号的伙伴 所以除了一样使用这一款比较特别的精油之外呢 那给你们关系的建议就是用一个比较宏观的 甚至比较高的角度来思考 也许是跟你们以后的未来的发展有关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厘清你对于你们关系的 爱的本质的看法 或者是这段关系要怎么样继续发展下去咯 选四号的伙伴 这一张是我们常见的佛手杆 他的文字是 爱的勇气是全然的信任与放手 所以这里面呢就代表关系需要一份勇气 那这个勇气会带出你对于对方全然的信任 全然的可以给予他空间去成为他自己 那你也可以思考你们最近是不是有一些需要面对的挑战 或者是个别的议题 而需要用勇气跟信任来克服哦 选五号的伙伴这一张是桂花 他说爱的热烈远不及爱的适度 所以可能适合你们的好能量呢 其实是一个刚刚好的爱情的温度 而不见得需要很热烈的去表达你们的感情 那也许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默默的支持对方 其实对于你们之间就是最好的感情的增进计咯 选六号的伙伴这一张是檀香 他说虽无声息 爱却真实的存在 所以比起五号呢 这一张他就更有一种更是默默的关心 但是不要忘记 其实对方还是很珍惜我们的 所以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你们需要的好能量呢 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还是其实你会担心 对方实在是太没有表示了 所以是不是他就是不爱我了呢 那这张提醒你 你们的爱情啊 现在其实就可以用檀香这样子的一个精油 来注入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咯 那前面其实我已经介绍过 不同的花金或者是精油的牌卡 那你可以去看看 不同的精油牌卡的内容 又有什么样子的些许的差别呢 今天这一套会特别针对爱情 那同样的要记得就是 使用精油卡的时候 最好的就是除了去获得牌卡上面 自艺的力量之外 当然就是把这款精油放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管是要做熏香 或者是做身体按摩油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哦 我是永时老师 每天让我们用线上五分钟的时间 用牌卡来陪伴自己吧 有任何心里有需要的伙伴 也欢迎跟我进行线上的咨询相约哦 我们下次线上再相会 我们下次见